科学家们订论周期性生物大灭绝事件已经持续了超过30年, 会心和小行星零多重空炸是地球生命的灾难。 现在,科学家们来出的结论,是在过去的2.6亿年中, 生物大灭绝都可能是由会心和小行星雨造成的。 纽约州立大学的地质学家麦克尔发现, 会心和小行星雨,可造成的求生命周期性灭绝。 科学家对远时坑的年龄与生命周期性灭绝事件进行了勘察, 发现地球生命的死亡周期为2600万年左右。 那么为什么是2600万年? 具体而言,他们表现出周期性的大规模物种灭绝, 其中包括的灭亡恐龙, 卡内基研究所的全球生态学家肯卡尔戴拉也指出, 生态学上的灾难存在周期性, 这似乎是无法避免的问题。 从天体运动的角度看, 太阳和行星的周期运动, 是造成了求生命面学的一大因素。 科学家们推测, 在遥远的奥尔特云出现了引力射动, 导致周期会心阵雨向太阳系袭来。 本项研究发表在英国皇家天文学会院刊上, 科学家发现在过去的2.6亿年, 这些影响和灭绝事件之间相关性是惊人的, 并建议其中存在原因和结果的关系。 地球上的生命能够追赐到大约35亿年前, 之后地球上的物种多样性和复杂性在不断变化, 形成了数百万个物种。 古生物学家对生物灭绝进行了研究, 发现在过去5亿年出现了5次生物大灭绝事件。 前二叠纪和三叠纪交替的2.521年前, 灭绝了大约96%的海洋生物。 59亿年以前的泥盆寂末期已有生物大灭绝发生。 在地质学研究中, 第一次的求生命灭绝发生在4.4一年前, 这时属于奥陶寂末期。 在至今3.6亿年前的泥盆寂后期, 地球上发生第二次物种大灭绝事件, 海洋生物遭到大量死亡。 二叠纪末期时, 再次遭遇灭绝事件, 超过95%的地球生物消失。 距今2亿年前的三叠纪晚期, 发生了第四次生物大灭绝。 每次生物大灭绝事件都对应着一次强大的天体撞击。 此前有研究指出, 地球生命的毁灭周期, 为每6200万年一次。 不过这次科学家将周期间隔进行了调整, 只有2600万年。 比较典型的要处6500万年, 前尤卡塔拜道西克苏鲁伯撞击坑的形成。 世界上6个最大的撞击坑与几次生物大灭绝之间存在关联。 类似生物大灭绝事件都对应着一次强大的天体撞击, 毫无疑问, 太阳系中存在生物灭绝周期, 意外天体撞击似乎有一定的周期性。 这与太阳系绕银河系的公传有关, 太阳系绕银星一圈为2.5一年, 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家选择2.5一年, 作为研究的考虑之一。 试图发现太阳系绕银星一圈时, 地球上的生命会灭绝几次, 同时太阳系会穿过公传盘面上的形际物质制级区。 这些天体集群会对太阳系外围的奥尔特云产生引力射动, 让长周期彗星脱离轨道, 向太阳系内侧轨道移动, 最终酿成了天体撞击事件。 图片与图文无关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!